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好熱又創下了新高的紀錄 這個是6月份有史以來最高的溫度 上一次就是過去的第一名 是在2001年的時候 在6月29號 當時也只不過37.8度 這次來說的話一舉上升了0.9度 一般來說的話0.1度就不錯了 可是這次一下子拉了那麼多 這真的是一個警訊 為什麼那麼熱 當然跟這邊空空的太平洋高壓有關 另外一個就是偏西南風 另外就是我們在台灣位於 封面的前沿的暖區內 所以造成那麼熱的原因 當然人為的熱島效應還有台北盆地 環境的台北盆地也是主要因素 所以好幾個因素合在一起 就造就了這麼的熱 事實上未來其實 當全球暖化情境一直走下去的話 像這個熱這樣的溫度 真的會變成一個常態 大家都應該要有所準備 未來的天氣其實明天早上 這個封面會影響到台灣 所以這個封面會略過台灣 但是後面就是要注意就是說這個 它的影響的程度 現在還是有兩派的說法 第一派是北部而過 另外一部呢是被這個高壓明顯稍微抬上去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整個變數都還是有 都存在那個地方請大家留意 那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到下禮拜呢其實 在南海這邊新南季風的這個勢力還蠻強的 預計呢會有一些系統不斷來這個地方發展 請大家要多留意這個這樣的一個動態 等於是這個這一波過了之後 很快就過了之後 後面呢到下禮拜還有一些不穩定的空間 特別是禮拜天之後 請大家要多留意一下了 那未來這幾天呢各位可以看 這個就是封面在這邊 那還是持續的偏南風 但是明天這個封面下來整個環境就變了 明天會下雨沒有像今天那麼好了 那未來呢整個氣流會蠻亂的 請大家要隨時更新一下 注意一下這個氣象資訊 變動幅度的空間會蠻大的 那特別是到了這個端午節前 整個這個南海呢這個不是颱風 請大家留意這是一個低壓而已 整個南海的這個水氣呢 整個變化空間幅度會很大 請大家留意下個禮拜的氣象資訊 但是這個都是目前的預測 以我們過去這幾個禮拜預測 稍微長了大概三四天之後 它的變動空間都很大 請大家呢一定要定期的更新 所以各位一定覺得很困惑 未來這幾天呢大致上天氣 明天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明天來說的話整個早上的時候 封面雲氣會慢慢開始進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很熱哦 大家會熱的睡不著 你看明天的溫度呢 就會比今天稍微下降一點 高溫大概34度 不會出現像今天那麼高的溫度了 另外呢到了後天禮拜四的情境 禮拜五的情境其實也是差不多 但是水氣呢會明顯的一個減少 慢慢慢慢那個偏南風又開始起來 溫度上來說回溫一點點35度 中部35度 低溫都差別不到25-6度左右 所以會慢慢的一個北部回升了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整個情境又開始明昇回升更多了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個後續的一個變化 當然啦禮拜六來說的話 有一些北邊可能有一些零星的水氣 會稍微接近 到了禮拜天又是另外一個格局 所以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未來這一個禮拜大概就是 禮拜四會有明顯的雨勢 禮拜五慢慢緩和 禮拜六天氣會不錯 禮拜天禮拜一另外一道風雲會接近 所以這個溫度就會有一點不大一樣了 北部是禮拜六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到禮拜天禮拜一就明顯下滑了 那這兩天持續降高溫 但是明顯降低的 這個是北部的天氣 南部來說的話就相對的還是蠻穩定的 其實都是還是維持31-33度 你看啦為什麼說這個南部呢 到了這個夏天的時候 它的溫度反而沒有上升 就是其實有大氣環境的因素 那另外呢就是綠化植栽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多留意 我們居家環境上的一個變化 那未來我們來看這一個禮拜的一個變化 從6月1號開始 各位來看其實長江流域這邊 事實上都有一些水氣持續在發展當中 所以這邊來說的話已經明顯入煤了 未來呢各位來看冬午節前呢 其實這邊呢就是整個新南季風 已經啟動了 這邊的水氣會送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各位來看到了這個下禮拜 這個變化呢到了6月9號6月10號 其實就是冬午節前 恐怕這邊南海到台灣附近 是一個很不穩定的期間 那這個呢這樣的不穩定期呢 會一直到中南半島 甚至呢有時候在末期影響到日本這邊 所以請大家如果冬午假期有活動的話 整個東亞附近 東亞附近不只是只有台灣 還有在整個東南亞 還有到東北亞 都會面臨一個天氣比較劇烈變動的時間 所以請大家如果安排一些活動的話 在這個週末 在下個週末下個年曆假期 一定要特別留意氣象資訊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這幾天呢持續雖然那麼熱 但是明天就開始改變了 封面開始逐步接近 從北到南就要陸陸續續 可能有一些雨勢 北部會非常明顯 那週五呢就會逐漸緩和面線的轉勤 那另外呢 週日另外一波封面接近 請大家多留意 請大家分享一下